34. 不听劝的树神 九云以前 当范寿王在波罗奈治理国家的时候 第一任费萨沃纳王去世以后 第四天又指定了另一位费萨沃纳王 这位新费萨沃纳王上任后 向树木、灌木、满藤宣布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住处 那时菩萨投身为喜马拉雅身上 一座梭罗树林中的树神 他对自己的亲属说 你们选住处 不要选空旷的地方 你们就在我所选的梭罗树林周围定居吧 一些聪明的树神听从菩萨的话 在菩萨的住处周围定居 大树的空旷之地作为住处 某天 暴风雨大作 在交通要道上 即使那些扎根很深的多年老树 也被刮得裂落之辙 连根拔起 而在梭罗树林 那些树相连而立 任凭风吹雨打 没有一棵树被刮倒 后来那些住处毁坏 无家可归的树神们 昔儿带女回到喜马拉雅山 把自己的遭遇 告诉梭罗树林中的众树神们 众树神把他们回来的事 向菩萨报告 菩萨说 不听智者言 遭逢此灾难 然后菩萨念了这首祭语 向众树神说法 众目会成灵 任凭风吹打 独目纵为俄 支辙连根拔